你好,我们的U.O.G.M.N. 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大家看过订阅状况 帮我看片子部正向不沙拉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陆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先说说两元搭车 两元搭车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他做了书面搭幅回应立法会议员的提问 2024-25年的年度 政府向参与两元乘车优惠的公共交通刑办商 发还小收的车船费收入 预算开支 不好意思,预算开支是 大概六十亿一千万 孙玉咸的说法就是过去五年 运输署联同公共交通刑办商 在港铁、巴士、道轮、小巴、电车 进行了实地监察调查 发现了一共1419宗怀疑违规使用的个案 另外,运输署上年6月就联同 公共交通刑办商加强执法工作 到今年2月底 检验了2360个乘客 有两宗违规个案 转给警察跟进 其中一个个案 乘客被罚14000元 还有要补缴小负的车费大概2000元 孙玉咸就强调 运输署就会继续 连同公共交通刑办商 采取特别执法 巡查执法行动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 就会将那些嫌疑违规个案 转给警察跟进 以及开展刑事调查 就确保2元 搭车优惠计划的资源 用在受惠的人身上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议员 已经开始说 如何让这件事可以继续下去 管浩明建议一件事 他就说 2元搭车优惠 或者改到4到5元 他在电台上说的这番书 就是计划推出的时候 跟现在比较 车费已经增了30% 那就是 乘车优惠就是4到5元 他就说 这个社会资源有限的 而且未来10年 长者人口就会增加1% 那么 政府就要留意 相关长者的福利政策 选委界议员陈兆雄 他就说 乘车优惠应该乘车后才有优惠 补贴 使用者应答就答 不应该觉得可以任我回答 他的说法 这个选委界的议员陈兆雄 他就建议计划每人每个月有一个上限 如果拍卡超过一千元 就不可以再有优惠 就是这样 昨天我有说到波哥 他有短讯回我 经过一个朋友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跟他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他就发了一个 也不是短的短讯给我 他就给了多些资料 其实 他就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昨天说 其实就是 陈建波提出的方法 就比管浩明提出的方法好的 为什么呢? 一开始就说 改四到五元 你不知道有多少 其实是 之前我有说到 这个世界是懒和蠢的人 占大多数 那些人又看表面 不会自己去研究 人们说他又说 那 这些事情是很可悲的 为什么说很可悲呢? 议员或者所谓KOL扮好人很容易 只要说一些一般人喜欢听的说话 一味叫政府加福利 政府任何控制措施都反对 但是残酷的现实就是 随着香港人口老化严重 其实很快就占人口三成 还有就是 交税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波哥说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社会变穷了 不好意思 今天刚才有点剪 所以非常抱歉 可能中间有点停顿 交税的人越来越少 财赤又严重 如果你不控制的话 之后有很多老人得正 都会被逼取消 如果控制得好的话 整件事 政府就没理由取消 波哥就说 他的苦心得我明白 他就写个讯息给我 他就说 令到我对这件事了解得更多 他的说法就是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 2019年 当时2元搭车是13亿 23、24年是40亿 是升了三倍 超过三倍 昨天也公布了 刚才孙玉涵港 他说了 是61亿 2024、2025 如果不整个上限 那就很有可能 因为政府受不了 就取消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的情况下 每日次数无限 每次补贴无限 极端的例子就是 余景湾、杜伦和巴士 每程是补贴40到50元 另外 没有人认真查证件 也是一个大问题 主要运输工具 包括巴士、小巴、杜伦 怎会认真检查、执法 去跟自己倒米呢? 事实上 司机又怎样出声呢? 所以很多市民反映 非法使用是很严重 浪费也很多 现在有四百多万张 仗借八达通 又没有记名的 今年8月25日之后 只准准记名和有照片的 下游卡用 政府就可以掌握 一些比较准确的大数据 令到正当使用 长者就不受影响 现在用大数据 掌握了市民一般使用的情况 然后你再设计一套制度 正当用这些服务的老人家 不受影响 例如 每人平均每日用三次 因为数据可以看到 可能是四次或者五次 政府就可以限 每日五次或者六次 令到市民有点弹性和影响少些 或者每人每年一个固定的合理津贴金额 令到政府的预算更加容易看得到 现在有二百三十万人 正在用两元搭车的优惠 每年是会再增加六万人的 如果你不检讨去控制这件事 就没办法持续推行了 当然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不是在正棍那里开刀呢? 其实很难在正棍那里开刀的 小南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多外奴抢饭碗 还怎么交税呢? 那就是了 正棍分类了 为什么交税少了? 因为很多人被吓走了 这是事实 两方他就说 香港人口老化2元津贴 一定有雪球效应 60岁合资格是不合理的 公务员都65岁退休 为什么要津贴上班的人呢? 再者濫用严重 贪方便短途出行 即是 就算见到有长途的车 都会上长途的车 其实检讨是有必要的 这个两方他就说了 那 Wing Hong Leader 你留言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管浩明建议八达通 加四到五元 就是这个优惠 其实是减少的优惠 所以这些市就没有了 其实 Winston 白鲁拉就说 不用取消 限额限时段用 繁忙时段收半价 其实 我都认为是可以的 就是 繁忙时间就收贵一些 其实保贴少一些 其实 不要紧了 再说回波哥说什么 波哥在上年五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提出要注意了 因为有很多市民投诉 在各种交通工具 看到大量的非法使用 痛心浪费大量的公帑 有很多留言和改善意见 所以正常市民都占得比较多 当然希望提高文字 Ritter Grand 就是说 落邮卡六十岁 可不可以申请一张以上 不行的 应该可以一张 如果没有搞错 落邮卡应该只可以一张 但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 如果有网友知道 不是一张 可以多过一张 你可以再查一下 究竟是不是 因为我理解 落邮卡的话 就是一张 你自己有照片 那些 落邮卡这件事是很正常的 我的看法就是 有就可以用2元優惠 以及今年的8月25日开始 就一定要用落邮卡 如果今年开始 一定要用落邮卡 那 就有些数据可以拿回来 就是我的看法 那些数据可以拿回来 就可以规划一下 但是 真的不要完全取消这件事 或者加一倍价 我觉得管浩明说加一倍价 其实很麻烦 那滴丁就说实名登记一张 那瑞特尔就说实名制只可以一张 其实 就是这样 就是落邮卡的情况 那他 他拿着落邮卡 那去到65的时候 就继续用落邮卡 这个2元搭车 其实就是 一定要用落邮卡 那我认为是简单一点 而且有一件事 其实这个落邮卡根本可以 就是我的看法 可以根本就是 一定要用 只可以用落邮卡 那些奖者百达通取消 我不知道那些奖者百达通 之后会如何 其实 我认为之后那些奖者百达通 都是要自动收回贵的价钱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那些奖者百达通 应该顺便取消购贵的 就是现在 应该的计划也是这样的 就是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奖者百达通 就会收回贵的了 其实严格来说 那这件事 其实 已经可能 处理了一部分的滥用了 就是和现在 知道就是那些奖者百达通 不记名的那些 会收回贵的了 接着是 是会收回贵的了 他们也要转落油卡 我的理解就是 所以 所以 现在 你会变成 刚才说的四百多万章 那些奖者百达通 就自己收回贵了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以及你的个人百达通 就不能再用两元优惠 那你基本上 六十岁以上的人 都要用落油卡 要不就是残疾人身份的个人百达通 那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件事 已经可以减少了 其实就是 那 Ticky Watercolor 说 几个月前 有一宗大学生 用老人卡搭地铁 被人捉到 地铁有人收到 其他车哪有这么多人手 要不加重罚则 其实最麻烦是 那些 不应该用又去用的人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 如果转了一套落油卡之后 有些东西应该处理了 就是我的看法 Sandy Law 说 掌一百达通是取消 不可以再用两元用 那就可以了 Sandy Wong 说 N年前 小童百达通也没有了 是的 那 我就觉得 OK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 算是处理了一件事 我理解 就算是处理了一件事 那 你说 之后会如何 其实就是看看数据 因为用了下游卡之后 有些数据会回来 我的理解是 那些数据回来 你就可以 看一看 究竟那些人用多少 还有 是不是真的会有60亿 就是他们所说的 会有61亿 孙玉涵说会有61亿 好了 很夸张 我理解 就未必会这么高的 就是 那个61亿 不是60亿 一千万 应该不是61亿 都是60亿 但是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就打个问号 还有 其实 不应该所有车都可以乘搭 我也说 刚才波哥他举的例子 就是 这个 余景湾 船和余景湾 巴士 就是 你两元搭车 搭这些 就 有点过分 那会不会有些人 濫用 那我认为 也是 有可能就是有些濫用的情况 但是 现在的目光应该 那么 症棍分裂员就说 症 症 症 其实 有很多东西是相连的 如果 那些长者少了 出街周围游客 经常在家里 就会多了病痛 多了病痛 就会增加医疗负担 那么 是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尽量保住的 我觉得要 那 那么 那 那么 三文治就说 根本长者都分几个年龄层 或者健康情况 不宜外出 有没有数据 搞完 二十三搞长者 预算了 我妈92岁 基本没用 其实 如果你用 下游卡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用下游卡 其实可能已经 没有那么大的支出了 所以现在 管浩明说要变到 四、五元的 我觉得是言之过早的 你可以等到8月25日的时候 看看数字 因为真正滥用的人 可能到那时候已经瘦了 因为 我想问题有部分 就是在那四百万张 长者百达通 那里 你一收了那四百万张 长者百达通 皮 那 我认为很多事情就处理了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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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九的文化中心 他擺出的那些藝術裝置 他花了五十萬 其實當然有些問題 我認為他們的操作當然有些問題 但是 要不要弄一些打卡點 我又不反對弄打卡點 弄一些打卡點,你不要弄得這麼難看 我認為有些東西是要打卡的 Meeting Lee 說 將來掌跡百達通 只可以當電子貨幣使用 不能支付交通費 下郵卡就可以支付交通費 以及其他電子貨幣使用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如果是掌跡百達通的卡可以再用 不過跟一張普通百達通沒有分別 如果你拿去搭車的話就沒有優惠了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Ritter Hall 說暫停了 我不知什麼暫停了 是不是你說的意思是白花暫停了 昨天我已經說了應該蓋住了 Wincent Barlow 本身香港福利制度 都要檢討和改革,避免港人依賴 就像吸毒一樣會上癮越來越深 部份港人是貪得無厭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事情如果大家都是找到利息的 沒什麼人上去拿福利 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大家都容易找到利息的話 但情況不是這樣 有些人現在當然是想到盡 譬如資產轉移 我看過一個案子 就是把錢給了一個大小孩 然後自己就去申請公屋 那些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 他看到這個位置可以做這件事 他就做了 這個沒辦法了 我認為這些是沒辦法的 他敢把資產轉移給他兒子 他也夠勇 他接著拿了縱緩 他覺得這樣很寫意、生活 如果是這樣也沒辦法 有些人是會這樣的 這個社會 不過你不可以讓很多人都這樣做 如果很多人都這樣做 其實我的理解當然會很糟糕 就算了,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講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和你繼續打開 再講 阿滴 做個師備 做個師範 超級大小梵 by bwd6 by bwd6